肖亚轩宣布自己要发生一件大坏事 被劈腿、分手、结婚、退圈 不少人猜测是不是跟小男友黄浩分手了 毕竟前两天刚刚爆出来肖亚轩逼男友训练 压力过大吐血的新闻 肖亚轩在过去的前12任男友中 有三任都曾劈腿伤害肖亚轩伤得很深 后来又经过两任男友的悲痛劈腿事件后 肖亚轩的爱情观就发生了转变 从之前的窒息式爱情转变为风筝式爱情 从恋爱比天大到信仰爱情但也不迷失自我 但就算是跟柯震东复合 对肖亚轩自己而言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吧 还有一个说法是肖亚轩可能要退圈了 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打算发完最后一张专辑就退出歌 肖亚轩的音乐合作伙伴陈伟说肖亚轩身体正常 两人昨天还在一起讨论工作 黄浩也一起讨论未来工作规划 而肖亚轩Ash回应肖亚轩没有什么大事 自己11点多给他打电话 微信和WhatsApp都没有接 可能是已经休息了